拜託 平常沒有颱風的時候 難道就沒有空氣污染嗎 大家用愛發電 其實就用廢發電 一直用火力發電 那像這種霧霾啊 就會特別嚴重 那我們乾脆用霧霾反攻大陸 我們就猛燒 然後讓這個飄過去 讓大陸沿海的 哈哈知道我們台灣價值的厲害了吧 現在核能 在世界的這個認知上面 先進國家都已經把核能 當成乾淨能源來用了 那日本那個時候是311 它是這個核災的受難的國家 受災的國家 它現在都不反核了 核能有它的必要性 跟不可替代性 在這個階段嘛 那這個綠能嘛 就傳統的這個什麼綠能 有它的這個局限性 跟不穩定性 PM2.5啊 就是癌症啊 肺癌啊 肺腺癌啊 對人類的危害 比什麼 核災來講來的大得多得多吧 北部天空灰蒙蒙 彭啟明說 空污跟天兔 天兔是颱風啊 空污跟天兔颱風有關 等下雨才會改善 好 今天環境場為偏東風啊 西半部擴散條件差 污染物容易累積 環境部長 彭啟明 彭啟明是本來的氣象專家啦 他就分析嘛 天兔颱風接近 這種路徑造成的下沉氣流 讓大氣很穩定 所以這個很多這個污染物啊 這個難以擴散嘛 就會累積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彭啟明講的 好這是他發的臉書啊 他說我 總之啊就是颱風啊 會讓這個空氣污染就變嚴重 所以他是呼吸器官敏感的人 所以這個颱風來了就特別有感覺 那彭啟明根據彭啟明的這個講法 就是空氣污染 好像是因為颱風的關係 我必須講啦 我相信彭啟明氣象專家的這個 專業啦 就是颱風來了 可能下沉氣流讓大氣很穩定 所以這種現象啊 就是污染物累積啊 就是沒有辦法就是散散開來啊 會空氣污染比較嚴重的這種感覺 我相信是有 但是拜託 平常沒有颱風的時候 難道就沒有空氣污染嗎 台中的空氣污染是跟颱風是有關係嗎 你可以說颱風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嚴重 但是你不能說空氣污染好像變得是颱風造成的嘛 好來 今天台灣西半部從北到南霧霾籠罩比中國還嚴重 用霧霾反攻大陸這蘇一峰講的 全面廢核的今天空氣污染嚴重 所以這個空氣污染 比去年同一時間嚴重一倍以上 所以就是講說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啊 大家現在都已經開玩笑的講 因為台灣廢核嘛 廢核嘛 反核嘛 那一支 一支 不要用核能 那大家用愛發電 其實就用廢發電啊 一直用火力發電 那像這種霧霾啊 就會特別嚴重啊 還有空氣污染特別嚴重 P2.5之類的 就講說 那我們乾脆用霧霾反攻大陸 我們就猛燒 然後讓這個飄過去啊 讓大陸沿海的 哈哈 知道我們台灣價值的厲害了吧 就是這樣啦 這個也是自嘲的說法啦 好 那我們這個線上有一個QAR 西半部空污數日 火力發電廠全力發電 羅廷偉問賴清德 健康台灣有信心 你對健康台灣政策有信心嗎 來 A有 賴總統提的政策一定會落實 B沒有 火力發電比不降怎麼可能不缺電 C其他 你們大家覺得怎麼樣 麻煩大家到 中間二台 中間二台是我們的主評啊 大家可以到中間二台的主評來投票 看看 這個空氣污染這個議題 你怎麼覺得 來 西部啊 天空整片灰 盧秀燕烘火 這個中火雪上加霜 對中部人不公平啊 好 盧秀燕出席活動的時候啊 被問到關於空氣污染的問題 他表示自己上任前 台中每年約有60天的空污不良日 經過多年努力 以下降至每年的10到20天 原本有10部 燃煤機組的中火 現在要再增加6部機組 相當於一座中火變成兩座 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對中部人非常不公平啊 所以說 台中的這火力發電廠 其實是已經全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還要再增加這個燃煤的機組啊 其實這個是非常非常逆世界上環保的潮流 現在因為 很久很 我想 民進黨真的很不與實際俱進啊 他的那個意識形態 現在真的整個是充滿了他的腦 就是反核反核 廢核這樣子 那也走不出來 現在核能 在世界的這個認知上面 先進國家都已經把核能 當成乾淨能源來用了 那日本那個時候是311 他是這個核災的受難的國家 受災的國家 他現在都不反核了 他都恢復使用核能了 對不對 那就可可見就是說 核能有他的必要性 跟不可替代性 在這個階段嘛 那 這個 綠能嘛 就傳統的這個什麼綠能 有他的這個局限性 跟不穩定性 所以相對來講 像黃世修就說 以核養綠 對不對 我們在綠能的這個技術 進展到一個階段之前 對不對 我們先用核能 來撐過這個過渡期 而且核能自己的技術 也在一支一支不斷的進步 他的安全系數也在不斷的增加 那很多國家都已經把核能 那就是 非核就簡單嘛 就猛燒火嘛 你去問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 把核能廢掉 然後猛燒火力發電 這種能源政策正確嗎 這個叫做傻A的 弟弟的政策嘛 對不對 太傻了 怎麼會有這種政策 賺錢啊 賺錢啊 對對對 賺錢 然後猛充綠能 製作人講對了 因為這樣子廢核了 才能充綠能嘛 綠能就可以賺錢 像雲爆 炒股對不對 然後因為廢核 所以電不夠嘛 電不夠就怎麼樣 電不夠 我們就去菲律賓蓋電廠啊 然後再跟菲律賓接電過來啊 那中間又可以賺很多錢 但是我是想 民眾 你們自己也想一想 尤其是民進黨的這些支持者 他們賺這麼多錢 關你屁事啊 你有賺到嗎 你在跟他掺貨什麼 你的電費一直漲 你知不知道啊 這些民進黨的綠色韭菜 我不怪那些民進黨割韭菜的人 因為他賺錢嘛 如果我 我搞不好我在這個利益結構裡面 我賺了那麼多錢 我也會 嗯好棒棒的 我也是雲爆的樣子 對不對 但是 但是你們這些綠色的韭菜 民進黨你們這些支持者 你們也沒賺到錢 你在跟他們參貨什麼 對不對 他們漲電費也漲在你身上啊 是不是 所以趕快醒一醒吧 廢核反核 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一點好處也沒有 他猛吸那個PM2.5 對不對 真的是傻了啊 來這個台中空氣品質一片橘啊 桃園以北狂聞臭味 出一封炭沉默之秋啊 你看這個照片的確很嚴重啊 這個顏色灰蒙蒙的 我們 我們之前常常在笑那個什麼 北京的霧霾啊 霧霾天啊 很嚴重啊怎麼樣 其實 我去了北京好多次啊 只有其中一次那個空氣污染 就是感覺天空很灰 但是三天就好了 然後它可能是因為季節性的關係啊 但是除了那幾天以外 我去過北京的很多時間啊 我記得我在北京我看天空都很藍 北京的那個霧霾 跟幾年前的那個印象已經完全完全不一樣了 至少人家改進是肉眼看得出來的 那我們那個時候一直笑北京霧霾霾 現在我們自己搞成這樣 而且 我們是自己自作孽的這種霧霾 北京還有那種可能沙塵暴還是什麼 它可能還有很多氣候的因素 我們是自己在那裡自作孽 對不對 搞成這樣 你看空氣這個 這個還是北部耶 101大樓 這一根那麼好認 結果空氣這樣子 我們想說 就是說很多時候觀念要改 以前大家怕什麼核能 是因為像車諾比的那種核災對不對 大家害怕 哇好可怕喔 還怎麼樣 那大家看到那個福島 就會覺得好害怕 我記得那個時候會害怕是正常的嘛 你看到那樣就覺得 喔核能不要 會有危險還怎麼樣 然後大家就反核 但是隨著這個 這個時間也一支一支推進 技術也一支一支進步 然後 大家現在人類面對的這個風險 也已經不一樣了 你死於核災的人 跟死於肺癌的人 到底什麼 什麼樣的人口是比較多 就是說這個 PM2.5對人類的危害比較大 還是核災對人類的危害比較大 還是核災對人類的危害比較大 現在這個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嘛 就你隨便一個什麼期間還是什麼 就可以有科學的數字可以 可以來做參考啊 現在來講PM2.5啊 就是癌症啊 肺癌啊 肺腺癌啊 對人類的危害比什麼 核災來講來的大得多得多吧 很多人是因為 癌症真的就走了 那 你就是看機率論嘛 也不是說這個核災不可怕 但是你要看機率論嘛 現在來講 因為癌症 因為這個空氣污染 因為PM2.5對我們的危害 是更可怕的嘛 所以我們要更擔心這種PM2.5嘛 結果你反而去猛去燒煤 還有我還看到那個什麼 塔綠班 他們去攻擊什麼盧秀燕 說你看盧秀燕就一直在擋台中的這些火力發電 你看這個火力發電是燒什麼燃氣啊 這新的是燒燃氣的 盧秀燕就一直擋 然後再用煤去發電 首先 你就算你蓋了這幾個新的火力發電的機組 是燒燃氣的 或燒煤的我不知道 就當它燒燃氣的 你以為舊的那石布這個燒煤的機組就不運作了嗎 台灣那麼缺電還不是照樣燒 所以它新蓋的就算燒燃氣的 這個火力發電的 它還是會產生這個空氣污染啊 不要以為燒天然氣就不會產生空氣污染 火力發電都會產生空氣污染 只是天然氣的空氣污染 比煤來的少 我剛剛節目開播前 我才跟製作人 我們在 就 舉個例子 對不對 燒煤的火力發電 就好像抽那個 那個叫什麼 重 重度的這個煙 比較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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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厚的 一般的煙 燒天然氣的 就好像那個 輕的 Marble light 是這個概念 是不是 Marble跟Marble light的概念而已啦 你以為抽煙抽light 就不會 不會損害你的健康嗎 這不是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嚴耳盜鈴啦 好不好 一樣啦 你抽light的煙 還是抽煙 好不好 基本上抽煙 就是會損害你的健康 好不好 好啦 那個燒天然氣 就跟 抽Marble light 一樣的意思 所以最好就是 不要抽嘛 你抽了還是污染 Marble會告你 Marble會告我 是不是 不對 Marble你們自己去買煙 現在根據煙害防治法 你買香煙 香煙上面就會 已經有警譽了 所以Marble不但不會告我 Marble還要感謝我 幫他打廣告 幫他把警譽給標註上來 所以香煙本身的外包裝 就要有警譽了 抽煙有害身體健康 同樣的火力發電有害身體健康 我覺得這個要有警譽出來 要讓一般的民眾知道 火力發電不管是燒煤 燒天然氣都一樣 Marble跟Marble light 都會危害身體健康 好不好 那是不是政府要上警譽 呼吸有害健康 每天這樣上 看你呼吸哪裡 你在台灣 尤其在台中呼吸 可能就會有害健康 但是又不能不呼吸 所以就是這樣 好啦 所以這個對台中的人 其實很不公平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細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既然會有很多 相機 為何要看起來 都會有很多 海洋 這次是 因為既然是